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TV节目开运秘笔 这日就有谢高俊上来 和七仙与师傅以及主持盧宋恩 探讨下玄学问题 谢高俊在七师傅指点之下 就进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行礼仪式 七师傅就解释了个中的意义 刚才谢高俊做了一个五体投地大礼拜 这个五体投地大礼拜就是烧业障和忏悔 本身我是物中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忏悔是最好最快的 那总统觉得整个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是的 因为都知道 原来我上一世的罪业这么深重 所以也都多谢师傅去告诉我 也都透过刚才那个大礼拜 其实就完全可以感受到 将以前的一些罪业可以清除了 加上就 希望未来会做到更加好的 可以叫做 积回一些恩德 师傅 可以做多些功德 可以帮助更加多个人 更善恩德善果 七师傅除了有指点高进迷津之外 亦有提到过年后 哪个日子开店最适宜 本身都有做开生意的妹头 都可以参考一下 今年大家开工或者开市 第二 最好就是初六 首选就是初六 那会更加厚之风头 因为我选了初四 初四最差了 那有没有选初四 有没有选初四 千万不要选初四 你怎么选初三也不要选初四 不是 初三我自己开开门做些事 先让初三开始 我自己开门 可以 然后开电脑 打个电话 约约客人 这日拍摄时 妹头和篮球员出身的高进 两个身高有很大差距 相影成趣 妹头坦然感觉很震撼 我初时都知道她高了 但去到真人 我真的觉得很震撼 那种感觉 好像整个门 站在你前面 我通常有些网上 都会把自己报小数 是吗 你不敢报自己这么高 我都没有遇过这么高的 人生里没有遇过这么高的男人 我以前也有一些都很高的 但是 这么高 还没见过 很恐怖 就是 就是 很震撼那件事 我会觉得我有颈椎炎 就是如果经常这样 那么多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